歡迎大家又來到閃馬團賽馬集作 今次的話題主要講一個新的消息 就是今年2019年的 香港的國際騎士錦標賽 應該確定了是有大圖理 再預歸來香港的 大家都知道其實馬會 這個馬季已經取消了兩次賽事 而現時的局勢 就是令到很多外國的馬匹 即是他們的部署人或者騎士 列馬斯等等 都有些害怕來香港 在這段時間其實馬會就發工 不斷向海外騎鏈派定心院 就說香港是沒有問題 就極力邀請他們來香港 比如說向日本 尤其是向日本是大力推銷 就說香港沒有問題 所以那些行目那些是來香港的 而日本在今次的 香港國際賽事都可以說是大軍壓境 這個我們到時再說 至於騎士方面 馬會今次都不敢怠慢 因為過往幾屆 即是香港馬會 在請國際騎士錦標賽陣容 都希望找些新的面孔 新的騎士 就未必是每次都這麼大卡士 但今年沒有辦法了 即是為了這件事好 也都希望找一些最好的騎士 來香港擺大個頭 所以戴圖里這些 很久沒有來過香港的騎士 都再次被邀請來香港 我想現在的消息就說 戴圖里可能遲些蘇冥倫 紀仁安 莫雅 全部都來了 總之就是要最好的陣容 希望是這樣 戴圖里這個消息 即是說來香港的消息 就是西部 南華早報傳出來 都應該是幾確定的了 他向傳媒就說 他是在未來的 下個星期二 就去日本先的 因為他在日本有客串期 但是他還是要遲到的 即是他不是馬上開始 莫艾成就好早開始了 但是他先探一下慢板 星期二才去日本 之後就是來香港 就跑了國際騎士錦標賽 就跑一天這樣 事實上戴圖里來跑國際騎士錦標賽 以往就來很多 他也曾經贏過三次國際騎士錦標賽 就是他最當旺的1999、2001 之後最後一次就是2011年 2011年就贏過一次冠軍之後 他就沒有再以這個身份來香港了 即是可能有來香港跑國際賽 但是就沒有受邀請跑國際騎士錦標賽 這次就是相隔八年之後 就再來香港了 事實上戴圖里的騎工是補刀未老 而且近年似乎 雖然年紀大了 就好像比年輕的時候更好 贏大賽是越來越多 其實他今年就48歲了 以48歲來說 其實很多騎士都掛掉了 但是你在法國看海外賽事的時候 你看到他的騎士 補刀未老是完全沒有腦退的 而近五年他就贏了三次的 那個浪琴標的世界最佳騎士 其實當然就是因為有好馬在手 2015年的時候他有金號角 去年就有成全寶 或者那些粉絲團等等 原樂器那些 所以就令他掃了很多歐洲的大賽 這次他來香港 即是剛才所說是相隔八年 而對著騎士 將會是香港那四位的主力 例如莫雷拉 潘田泰安 或者賀澤耀 其他的名單 正如剛才所說 都將會是熟口熟面的 我們儘管等隔兩個星期之後 馬會的公佈 到時大圖理應該就在名單裏 再見